总之,你还是小心一点吧,喜欢私下的女生这么多,肯定会针对你的,尤其是那个陈雪,这个帖子八成就是陈雪为了报复你发的。 嗯,知道了,我会小心的,我回宿舍了,拜拜。 沈梦琪看着夜晚晚离开的背影,满脸的气呢。 应付完沈梦琪之后,夜晚晚从后门出去。 进了一家学校门口的网吧,找了一个单人包厢座下,随后登陆了清河的校园论坛。 这要登陆,她想起自己原来的ID名,比沈梦琪的最爱行业还要恶些,爱则一万年。 于是夜晚晚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,然后重新想了个名字,八卦的搬运工。 注册好账号之后,夜晚晚编辑了一条帖子。 帖子的标题,惊爆。 清河斑花沈梦琪,竟是抢闺蜜男人的小三。 不出所料,这个极其惹眼的标题,瞬间吸引了无数的点击和回复。 萌兮美男子? 卧槽,沈梦琪,这不是我女神吗?小三是个什么情况? 蜡笔没有小心。 楼主这样乱造谣,可是要被封号的。 爷最帅。 这世道怎么了?沈梦琪这么单纯善良的女生也有人黑啊。 最爱寒夜。 我看楼主是红眼病嫉妒吧? 丹小毛? 楼主说的是不是沈梦琪跟江燕仁还有宋子航之间的事? 好像有听说过。 最爱寒夜。 楼上从哪听的乱七八糟的谣言? 你是亲眼看到的吗? 呆小毛? 呃,这个倒是没有,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 撤空小记忆? 既然有人刻意要黑沈梦琪,自然是到处造他的谣了。 这种谣言不足心,不足心。 蜡笔没有小心。 楼主你有本事拿出证据啊? 躲在后面信口开核算什么事啊? 想把我们当枪使啊? 未免也想得太美了。 铁子刚一发上去, 叶文文就被沈梦琪的拥护者给集体喷了。 叶文文也不着急,就静静地看着他们喷。 撤空小记忆? 老主不敢出来了。 最爱寒夜。 无中深有,造谣深事,这种人我见得多了。 等所有人都喷得差不多了,便见着帖子叫沉下去。 叶文文直接发了一段视频上去。 前天晚上,沈梦琪在和姜嫣然争执的时候, 她早就偷偷地拍下了现场。 发送完视频之后, 叶文文点了一些饮料和吃的, 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。 短暂的几秒钟沉寂之后, 原本已经停止恢复的帖子再次炸开了。 寂寞心。 我的天哪,我看到了什么? 我去,大家快看,超级大八卦! 蒙替美男子? 卧槽,居然是真的! 女神还被姜嫣然当场用手机砸得鼻青脸肿! 我是小可爱,叶尔三。 真的是一场大戏啊! 沈梦琪和姜嫣然不是好的穿一条裤子吗? 竟然第三者插足! 爷最帅。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? 风吹过的夏天。 视频都出来了,还能有什么误会? 没听姜嫣然说,人家还主动送吻了吗? 稍微有点良心的避嫌都来不及吧? 为什么偏偏在人家生日这天,单独跟人家男的出去约会? 又是送吻,又是说什么,毕业后就在一起,那么暧昧的话? 呆小萌。 有图有真相,这比隔壁铁精彩多了,难怪楼主一直不吭声,原来在攒着鞭打招呢,这下沈梦琪可没得反驳了。 夜晚晚的这个帖子,迅速被吃瓜群众们顶上了热门,瞬间压过了之前夜晚晚那条的热度。 没过一会儿,那个熟悉的ID又出现了,最爱寒夜。 沈梦琪到底是不是主动献闻,是不是说了那些话,都是姜嫣然单方面在说的,真假都还未可知吧? 再说,就算是沈梦琪真这么做了,喜欢一个人又没有罪,姜嫣然不过是单方面暗恋宋子航,他们俩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 怎么能说沈梦琪是第三者插足? 夜晚晚划了了一口饭,然后不紧不慢地回了一段话上去,八卦的搬运工。 稍微有点脑子的都知道,姜嫣然说的,自然是宋子航亲口告诉她的,这真假还用说? 另外,姜嫣然和宋子航是青梅种马,自小就有婚约在身的,这件事情圈子里知道的人也不少。 你认为沈梦琪和姜嫣然关系那么好,姜嫣然又什么事情都对沈梦琪说,沈梦琪会不知道这个? 就算她不知道这个,只知道姜嫣然喜欢宋子航,也不该瞒着姜嫣然的情况下,私下跟宋子航玩暧昧呀。 是,喜欢无罪,喜欢你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,跟姜嫣然竞争,相信这样没有任何人会说你。 但玩这种把戏是什么意思?难道是因为用同样的套路,还吊着更多的人吗? 最爱寒夜,楼上完全是在无中深有,血口喷人,深情版主删帖,八卦的搬运工。 我有视频有真相,怎么就是无中深有了? 楼上不久前发的那条全屏道听途说的帖子,都能黑得风生水起,到我这儿倒成了无中深有了。 楼上也太双标了吧。 我是小可爱123。 我觉得楼主说的有道理,而且推测非常合理啊。 单小萌。 占楼主,最爱寒夜这个ID怪怪的,怎么扒起夜晚晚的时候那么起见? 偶尔有人说没证据就把对方喷得体无完肤的,这会儿却跑到这里来,这么好心的替沈梦琪说话。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,我喜欢的男生喜欢上了我闺蜜,还跟我闺蜜告白了。 我闺蜜明知道我喜欢那个男生喜欢的死去活来,却瞒着我不告诉我,还私下跟他去约会。 对,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不就应该是坦诚吗? 这种事情都瞒着,说没有不轨的企图,打死我也不相信。 大概是因为心虚,沈梦琪的ID没有再出来说话过,估摸着是想办法找人删铁去了。 又刷了一会儿帖子,渐轻一色都是讨伐沈梦琪的,他的那条帖子已经渐渐沉了下去,夜晚晚便下机回了学校。 回去之后,夜晚晚没有立即回宿舍,而是绕着小湖边散步消消神。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。 江燕然,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,之前你对孟琪动手,害她受伤也就算了,现在居然还在学校论坛上发那种东西毁坏她的名义。 夜晚晚顿是眉头微挑,这么巧,宋子航?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,那条帖子不是我发的,就算是我发的,难道帖子里说的有什么错吗? 难道他不是抢了我的男人,不是他背叛了我们的友情吗? 江燕然,你简直不可理喻。 我不是你的所有物,更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 婚约也不过是家里一厢情愿,我不是他们操纵的玩偶,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人。 若不是你挡在我们中间,我跟孟琪早就在一起了,因为顾及你的感受,她受了多少委屈,你却这样伤害她,你才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。 这样的眼神,简直如同刀子一样搁在女孩的身上。 宋子航,我们打娘太离奇就认识了。 你说过,说过要娶我,要保护我不被任何人欺负,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。 可是现在,你告诉我,你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 我是第三者,我是第三者。 那些早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,你别再用儿时的玩笑话胡搅蛮缠。 胡,胡搅蛮缠? 原来我记了十几年,念了十几年,盼了十几年的,全都是我胡搅蛮缠。 宋子航,你到底有没有信? 我问你,这么多年了,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? 哪怕只有一瞬间? 这时,宋子航的手机响起来,他看着短信,目光陡然变得温柔。 抬头看向江燕然时,却是满脸的不耐。 江燕然? 我老实地告诉你,没有。 我对你从来只有兄妹之情而已,但现在,你已经把我对你的最后的这点感情都耗光了。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,你自己删帖子,要是等一个小时后还没删帖。